一层美神美梦彻底破灭 国拼狂轰18比0全员晋级 刘国阳很糟还算后面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按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中国国拼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目前的国拼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目前的整个国拼当中呢 确实在本次四季赛的当天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在节目战当中啊 我们国拼全员呢 也是狂轰18比0的 所有人加起来的一个比分18比0呢 也是成功晋级 没有一个人呢 是淘汰落后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我们国拼的而言呢 真的是开了一个好童 那么对我们接下来的视频赛真诚而言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而我们也知道 其实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来看的话 从这一点晋级的消息也看得出来 目前我们国拼整体大队伍的状态 确实是非常不错 起码呢 暂时还没有一个人落后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国拼全员的状态大好 那么其实对我们竞争对手 日本队来说呢 肯定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赛前呢 日拼的一姐 伊亭美成呢 曾经是疯狂叫嚣说 要面对我们所有国拼的女拼对手呢 那么其实每一个人呢 他都想挑战 并且都想打败我们每一个国拼的选手 最终呢 强势夺到他两个项目的两块金牌 我看得出来当时伊亭美成呢 他也是做着一个美梦 希望能够在状态大好的情况下 打败我们所有国拼的女拼对手 这样一来呢 他不仅仅是能够完成复仇 还能够获得两块金牌 真的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也知道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其实国拼的状态真的是非常不错 起码真的是没有拉垮 尤其是女拼这些球员当中呢 真的是狂轰了 对手呢非常多的一些好的成绩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成绩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伊亭美成来说呢 他的美梦目前看起来真的要彻底破灭了 本身他也期待说中国女拼这边的球员呢 状态可能出现一些反复啊 或者说有一些低谷 这样一来呢 伊亭美成就能够趁虚而入 打败我们所有的对手 他就能够呢夺到所有的金牌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那么国拼这边呢是非常的争气 每一个球员呢都拿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可能之后呢还会打败更多的一个对手 那么这样一来 其实国拼在大好的一个形势情况下呢 那么再去面对伊亭美成 很有可能呢也会在半途当中呢 拦截伊亭美成 并且再次把他打败 让他呢直接出场 那么这样一来对于日本一姐来说呢 无疑也是一个很崩溃的一个消息了 因为本身我们目前的整体实力就已经非常不错 那么现在呢 其实在状态大好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么可能实力呢 就会更加提升一个等级 所以到时候可能呢 伊亭美成正式和我们国拼交手的时候呢 可能等待他呢 也只有惨败的结果 当然其实对伊亭美成来说 现在呢只是一个开胃菜了 因为我们目前呢 仅仅是打了第一天的比赛 那么之后的比赛会更加越来越激烈 而我也相信呢 刘国梁他的很糟还在后面 他也安排了更多一些厉害的技能呢 在等待着伊亭美成 那么对伊亭美成来说 他想要去打败我们国拼女拼所有的对手 强势站在这个女双 还有这个女单的一个总冠军当中呢 我觉得其实是不现实 甚至这个美梦 到底呢肯定会破灭的 那么最终我们也非常希望说 到时候呢双方交手的时候 中国队能够再一次把他打哭 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